繼續回來關心疫情的消息 在新北市有五辛虎林人比較近 沒關係兩個人都不見過往 對處臺灣虎山科 以學會是建議 申辦本的五辛虎林人 認證基因 讓基費重心參加 建議五辛的人一定愛住三年以風車 那五辛六個月以上 可能轉中等的時候 建議提早打百勝散 才沒有媽媽跟兒子的安全 新冒節五辛的虎林人 加進新冠危險拜天 歐化責金全經去打百 為瑞德思維才有不治療 不過提提不幸在設立貴心 三府也在激江西方 應去外界討論 是不是修訂五辛的虎林人 認證基因 臺灣虎山科以學會標示 五辛的虎林人 嚴嚴了後 當中擦控跟希望風險是一般 沒有五辛的人 1.5倍到2倍 那可能轉中當中的時候 五辛的酒塑 有14禮拜以上建議員提前破壞性 算 確保媽媽跟體育安全 運婦轉到重症的時候 我覺得小朋友出現胎兒窘迫的風險 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時候如果產生上面是不可預期 自然生的過程當中 因為產生上面是不可預期的話 當然這個時候可以考慮剖副產 新冠本土疫情結束 請問設置後期確診 就增加四萬六千多例 五十一例西方 有英國媒體報道 臺灣地底 幾禮拜 後期確診所就請到數百例 而且七十五歲以上老大人 有兩下過 九十組業表 如果組織率 沒辦法提升 以香港西方論來推告 臺灣未來供給 有兩萬多的老大人陷入死亡 經濟智慧中心統計 目前較前面對當中 有131例是五千的婦人人 臺灣富山科以後期 提出三點保育 五千人一定要做三幾例表 減少去人家的地方 政策出行時應該趕緊 九百年做出地 以後見對老大人 業廟住下路展規 以書士建議 地方政府可以提供 到處住業廟這項目 來降級越前高峰期 老大人的當政和失望論 記者綜合報道